少听那些简陋故事 多学知识 这才是主要的 各位藏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鉴赏 两件瓷器 这两件瓷器 从本质上来说 它并没有什么关联性 这是一件煤瓶 这是一把茶壶 但是呢 总有藏友问 说这个五彩瓷器跟粉彩瓷器 它有什么区别 我这对比着拿着呢 大家一目了然 就能看懂了 而且呢 我左手拿这支五彩的煤瓷 知识比较重要 收藏的时候呢 很多人被它打眼上当 市面上的防品非常多 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 右手拿这支呢 是一把粉彩的茶壶 我对比着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很快就能把这个知识掌握 我们今天分享的知识内容啊 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呢 把我左手拿这支五彩的煤瓷 年份啊 及这个文士含义 及怎么判断这个年份 给大家说一下 第二一点呢 把右手拿这支 粉彩的茶壶知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比较好掌握的 第三一点呢 我把这个对比着 给大家讲解一下 让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这个煤瓶啊 它的年份是清代康熙时期的 我在这个去年的六月份 讲过一期视频 那期视频呢 也是一个煤瓶 文士呢 跟它相似 略有区别啊 我们这件煤瓶呢 它的工艺啊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叫青花无彩 那么有的藏友说 这哪有青花呀 不都是彩词吗 大家注意看 它的口部 跟它的底部啊 这个双圈 跟上面这个双圈 它都是右下的青花 即使这么一点啊 它也叫青花无彩瓷器 它也是二次烧制 有人藏友说 二次烧制 是先烧青花 还是先烧这个右上彩呢 那肯定是先烧青花 第一青花呢 在右下 第二呢 彩料在右上 而且呢 这个青花的温度 是一千三百度 这个彩的温度呢 是九百度左右 如果你先烧彩的话 后边的温度高 你再加温的话 这个彩不就飞了吗 这是很好理解的 但是好多出入门的藏友 他不注意 我们说这件煤瓶呢 是青花无彩瓷器 首先 无彩呢 不一定是五种颜色 基本上呢 以红绿黄 三种颜色为主地点 大家看了吗 红绿黄 其他的 只要颜色搭配合理 都可以成为五彩 上一期 给大家讲这个青花五彩的词记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说了 一定要记住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康熙中期 康熙中期以后呢 把这个右下的青花 用右上蓝彩代替了 康熙中期以前没有啊 那么我们这件煤瓶 其实大家就可以判断一个狭隘的年份 它是康熙中早期的 不是康熙中晚期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然后我们大家看它的纹饰 大家注意看 这有狮子 这有花卉 这个花卉呢 叫蝉枝牡丹纹 这个蝉枝纹呀 可以跟牡丹组合 可以枝莲花组合 叫蝉枝莲 可以跟葡萄 等等吧 其他纹是组合 这种蝉枝纹呢 俗称蝉枝纹样 又名了万寿藤 因其缠绵不断 它代表着生生不息 家族兴旺之意 这个牡丹呢 大家都知道是花中之王 代表着富贵 它和蝉枝纹组合在一起呢 就代表富贵吉祥 万代绵长之意 然后我们看这个狮子 这个狮子呢 它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文样 它是外来引进的 这个狮子它跟佛教还有关系 这个佛教当中呢 文殊菩萨的坐骑就是狮子 它代表着吉祥之意 其次狮子文样呢 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它代表着生生不息 繁荣家族兴旺 地位尊贵之意 其实呢 它和蝉枝牡丹 组合在一起的意思也是 富贵绵延 家族兴旺 地位尊贵之意 我们经常跟大家说 瓷器上面的每一个画片 都有它的含义 每一个含义都是吉祥的含义 就是我们说的 画必有益 益必吉祥 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 这件梅屏呢 是清代康熙时期的 有哪几个特征可以判断呢 首先大家看它的材料 这个材料非常的浓艳 只有康熙时期 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然后呢 我们看它的 这个牡丹的画法 这个牡丹呢 有两个基角 它叫双鸡牡丹 只有康熙时期 有这个双鸡牡丹 然后那个红彩呢 大家看 只有清早期的红彩 能达到这种颜色 非常的深红血红 年份越晚 这个红彩越薄 到晚清民国时期呢 这个红彩呀 有时接近于红黄色了 跟这种大红差了很多 这是从颜色上 跟这个牡丹的文式画法上来说 然后我们看它的这个底足啊 这个底足呢 是一个二层台阶足 大家看了吗 这是一层 然后这还一层啊 这个二层台阶足呢 也是康熙时期啊 特有特征 这个底足啊 这非常黑 这个是传统的包浆 呃 有的藏友一见到这种包浆就害怕 说这个包浆是不是故意做旧的 见到光亮的瓷器也害怕 说这个东西没有使用痕迹呀 咱们的藏友记住了 我们判断瓷器 跟它的脏不脏 干净不干净 没有关系啊 我们看它是综合判断 这个胎质啊 非常的细腻 这个包浆都是天然形成的包浆 跟人工做旧的包浆差了很多啊 做旧的包浆做的非常的均匀 自然形成的包浆 大家看了吗 啊 这地方呢 非常的厚 有时候呢 你擦的话 洗的话 都不容易洗掉 这个胎质呢 啊 非常的细腻 这是一个沙底 啊 基本上看到沙底瓷器呢 大家都可以判断为清早期的 这是从它的底部 然后呢 大家隔着屏幕啊 可能感受不到啊 这件煤瓶的手头非常沉 就是它瓷弹的密度非常大 大家注意 为什么我说这件质是非常重要 市面上的防品 这种东西非常非常多 防品啊 注意啊 纯芯的防品是什么样 这个材料啊 非常薄 其次胎质啊 跟它的密度差了老远老远啊 这个密度 尤其底部 还有这个胎肉结合处 这个红彩跟绿彩啊 这个浓艳的深深程度跟它也差了很多 然后啊 这种煤瓶呢 还有晚清房的 就是光绪时期房的 光绪时期房的 手头都跟它差了很多 这两点大家千万要注意 因为这种 清华五彩瓷器 档次非常高 康熙时期的 很多材料呢 都想收藏 所以说市面上的防品是非常多的 我们这件东西啊 是一个修复品 原始呢 这应该缺了一小块肉 它满地方都修了 但是我给卡着掉了 大家看了吗 就剩这类地方 其他地方呢 没有瑕疵 这个东西呢 是纯正康熙时期的 这个怎么判断 大家呢 也可以结合以前 我给大家讲的这种 康熙五彩瓷器来说 然后呢 我们看右手这个啊 右手呢 这是一把粉彩的茶壶 这是晚清呢 同志或者光绪时期的 同光时期的吧 这是粉彩 它代表着呢 极庆有余 这上面是极庆有余 这边呢 代表着是蝶炼花 我把这盖拿掉啊 极庆有余蝶炼花 寓意呢 也非常好 然后我们看它底边 这个底边啊 这几个呢 是织钉 这个织钉工艺 大家还记住吗 它为什么用这种织钉工艺 就是让这底部湿满硬 知道吧 防止粘连 这一点呢 大家记住一下 这个茶壶呢 新老是比较好判断的 小壶呢 保存完整也非常精致 这是粉彩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粉彩跟五彩的区别 第三一点 这是 大家看 我经常跟大家说 从视觉上感受 这种五彩瓷器 比较乍眼 浓烈 这种粉彩瓷器呢 比较柔和 大家看了吗 它这个花卉 有过渡性 不像这种花卉 红就是红 绿就是绿 黄就是黄 它有柔和度 过渡性 它有柔和度 过渡性的原因 就是它用了 玻璃白的打底 这种玻璃白呢 是含深的一种物质 这个深的物质啊 有乳酌效果 它可以有过渡性 产生柔和度 等这种五彩瓷器 是直接做化 不用玻璃白打底 大家一目了然吗 看得非常清楚吗 这就是柔和 这个就是没有柔和 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 从视觉上来说 从工艺上来说 它有玻璃白打底 它没有 非常的明显 看过咱们这期视频的藏友呢 基本上都应该把这个知识掌握 知识点呀 都是比较简单的 把这个煤瓶的重点学习一下 它的文字含义 收藏的时候 注意一下这种防品 我镜头转过来以后 大家再详细的看一下 加深一下印象 现在镜头呢 给大家转过来了 大家看 先看这把茶壶吧 这把茶壶呢 辞职也非常的精致 吉庆有余 富贵吉祥 这边呢 是蝶炼花 底部呢 是织丁工艺 这是一个寄托款 是乾隆款啊 原汁原味 传统传世 小壶呢 是粉彩 然后呢 我们看这件煤瓶 这是清华无产煤瓶 大家看 视觉上跟它比起来 是不是很扎眼 没有过渡性 这是牡丹的画法 双击牡丹 材料 厚实 浓艳 这个地方呢 是清花啊 这个地方也是清花 所以说呢 严格意义上来说 叫清花无彩 这个修复的地方呢 大家一目了然 然后我们重点 看它的底足 大家看 这个底足 胎幼结合处 二层台阶足 沙底微微内廉 瓷纸非常的细腻 密度非常大 这都是康熙时期 非常明显的特征 大家把这种文饰记住了啊 市面的房品呢 你收藏的时候 千万要仔细斟酌 房品非常非常多 知识点呢 就这么些 很好掌握 重点呢 是大家对比着看一下 这种视觉感受 它是用玻璃拜打底 它是直接做话 我们还是上句话 只讲收藏事实 不讲简陋故事 每期视频都会给大家讲一些干货 希望大家增长一些知识 在收藏的道路上 少走一些弯路 多一些参考 少听那些简陋故事 多学知识 这才是主要的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呢 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再次感谢大家